上课了啊 把黑板上的字给我念一下 封爷紫金冠吧 所自黄金甲 偶思不云附如意金箍棒 我的妈呀 那叫封氏紫金冠 偶思不云吕 这念吕是鞋子的意思 如意金箍棒 重多少斤呢 一万三千五百斤 我真感动 终于正常了 那为什么是一万三千五百斤呢 就是老重了 老重老重 一万斤就够重了 为啥非得是一万三千五百斤 要知道汽车才两千来斤 其实啊 这几个数字啊 是代表着孙悟空的内心是膨胀的 咱们中国的古人 把一三五代表什么呢 一代表出生 三代表成长 五代表成熟 这仨数加起来正好是九 也是最大的一个阳数 所谓圣极于九 意味着这就是天 正好呼应了前文提到的孙悟空是 天产的时候也暗示着孙悟空的成长 哎 这些数字啊 同时还暗含了人的气息 在皇帝八十一难经提到了 人一天呼吸一共是一万三千五百次 这就意味着孙悟空已经有了人心 九九八十一难 修的就是人心啊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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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